复合式双铝合金双挡位控制化油器脉冲动力喷雾机 20EAR新一代6HYC-52A双化油器脉冲喷雾机 启动调速双控制 操作更简单 没有工油单向拔 故障率极低 获得CCC认证 农机推广鉴定正章 化油器部分护照保护 20EAR最新款6HYC-70A全封闭机箱 防护更周到 双油门控制操作更简单 启动容易功率更大 采用获得专利的双铝合金 自锡式专用化油器 双油门控制 复合材料脉冲拔片 让机器启动容易 操控简单 维护方便 使用寿命 更前国内外唯一一家最先进技术含量最高 功率最大 稳定性最好的产品 它的主要特点是双化油器 双档位 无旧钢阀片 自吸工油可控油门 直立不吸火 可以调整油量和物量的大小 它改变了传统的固定油门开关 不能调整油量和物量 不稳定的缺点 最新产品的发明填补了国内外空白 保育盘脉冲动力喷雾机融获国家专利证书 并通过山东省高新技术成果鉴定 这个保育像是冲锋枪吧 你看 其实这个是我们打龙药种的 喷雾机 这个比传统那个喷雾机吧 要省工省时省力 还快 敏玉成跨着手里这个喷雾机说 这个是技术推广员张志发送给他试用的 张志发研发这个新式喷雾机 这可是来自于蒸馒头得出的灵感 我本身是搞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 经常下乡 全国各地都要跑 走到田田地头 我经常看到农民朋友 给果树 作物 打药 本身那种传统的小机器 很辛苦 效率很低 光光光摇了半天 才打了一亩地 我从咱们家的蒸馒头 那个理念来考虑的话 你掀开这个锅油后 那个雾气的 马上是整个屋都看不见人了 全是雾 假如咱们要研发一个 喷雾机能有这种效果 在果圆里使用 往那一喷死以后 整个果圆的上下 都是一种雾化的效果 就像冬天下雾似的 那是什么效果 传统的喷雾机喷药石 会留下许多死角 就是因为喷出的药液颗粒太大 这样由于重力作用 药液纷纷坠落 不能像轻盈的雾气一样 四处弥漫 张志发发现 只有让喷出的药液 成气雾状 喷失作物时 才不会留下死角 那怎么样才能让药液 有飘起来的弥漫效果呢 张志发后来 从火箭发动机的工作原理中 找到了灵感 上百吨的一个航天器 它又能够 瞬间的给它推上去 这个我们就利用这个原理呢 你像咱们这个机器 就是这种 用这个汽油 汽油作为一个染料 染料然后经过这个 化油器 开关这打火 和空气进行接触以后 在这个机缸里爆炸 点火 点火以后 形成枪有力的冲力 它别的走不了 它只有顺着这个管道往前走 这很大的 在这个管道走的过程中呢 我们的药液呢 经过这个管道这 你像这个 这么强有力的冲击力 它能把这个药液的水 给它击碎 清成雾 经过反复实验 张志发的喷雾机 喷出了极为细腻的颗粒 咱这个喷雾机啊 就是雾化效果好 雾化的颗粒啊 五十微米 形象比喻的 就比我们突发生还要细 它出来的是雾 这种喷雾机 由于利用了油气瞬间结合 以及火花塞射点火产生的 强大高压气体 将进入到喷管内的药液 瞬间机的粉碎 药液从喷口一出 立即就化为了烟雾状态 在四周弥漫开来 因此 只要作物暴露在空气当中 无论是高高的果树 还是低矮的菜田 上下左右 都会被烟雾般蒸腾的药液所笼罩 很好地解决了传统喷雾机 喷尸作物后 总会留下死角这个弊端 我这个机器具有很好的安全性能 我们的机器的药桶和油壶 它是用高密度的菊子树脂 是赖高压的材料制造的 严格来说 咱这个喷雾机 无论是你药桶 或者是汽油桶 它要是不密封的情况下 无论是漏油 或者漏气 或者漏药液 它是不工作的 是启动不起来的 所以说咱这个产品的安全性能 是非常可靠的 这种从管道内喷射出的高压气体 不但是药液达到极佳的弥漫效果 而且作用面积显著扩大 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 它这种气体 在这个机缸的爆炸之后 形成很大的爆炸 冲击力能分5到7米 说到使用这种喷雾机省时省力 家有几十亩棉田的敏玉城 最有发言权 以前就用了个传统的喷雾机 喷着农药 打了几十亩 在一个星期跑 跑着都腰三倍腾累的 晚上还找媳妇给按摩 干得全都受不了累的 像传统的喷雾机 一般的就是打个三种两种的 我们像用这个喷雾机 这来回一扫就最少一六种 比传统的要省 比较快得多 现在有这个喷雾机 基本上我一天都要喷完了 剩了时间能干点别的 这种喷雾机除了省工省时 药液的利用率也挺高 传统的这个喷雾机 它喷着这个药液的 它这个叶片上很容易流失 是颗粒状的 像小雨嘛 小雨你都知道 下到这个树叶上 它肯定发发的 就流下滚都下来了 像咱这个喷雾机的喷出的是雾 幅度力特别强 这种喷雾机 喷出的药液颗粒微细 轻如雾气 碰到作物的叶片 马上就会被叶子表面的 纤细绒毛牢牢地粘住 让叶片如同被 早上的露水打了一般 只见油亮润泽 所以在喷尸过的作物上 是很难找到 药液滑落的现象的 传统的喷雾机用咱这个 像这一亩果园的话 至少需要50公斤到60公斤的药液 用咱这个喷雾机 一般的药液也就是30公斤 比咱那个传统的要节省将近一半的药液 看来这个喷雾机真的可以用多快豪省来概括其优点 但是在大风天气里最好先暂停使用了 像我这个喷雾机呢 雾化的效果太好了 你风大的情况下来容易心疼飘移 因为你它雾化效果好 风大了以后都抛了别人的地呢 所以说在咱们这个陆地使用呢 一定要考虑个风不要太大 不要超过三级 和敏玉成同村的董建忠 今年夏初 听说敏玉成得了这么一个新宝贝 就借了来 现在自家的50亩西瓜地试验了一回 这着实令他兴奋了一下 前两年吧 用我家那老式的喷雾机吧 打不透 有四角 肯定影响光传量的 虫子把这光 刮腻的 刮牙起不来 刮怎么长就个大了 今年今天我用了看了看我们家邻居家小米的鸡子 和冲不飘似的 我挺心态 它也擦着呢 我说我用你这个 他说我这个不外界 我这是宝贝 管了人家的酒喝 两边都把这冲的制住了 去年一亩地增加一千多斤 今天这瓜爽式特别匀式 个也大 也甜 不相信你擦擦 利用汽油的燃烧爆炸 把药液击碎物化 就着一个部件的小小改进 就让喷雾机变得省时省力又省药